這一場是Enabling Dynamic Analysis of Legacy Hardware Systems in Fully Emulated Environment 那是由這個TX1的他論言被我們帶來 那這個他就是一般我們都叫他ES啦 那這一場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就是說我們一般有很多這種硬體的設備 那其實這個要在硬體上面分析這些硬體的硬體其實有蠻大的難度 那他這邊就是拿QMU去把這整個東西模擬起來 那我們就用這個掌聲來歡迎他 呃大家午安 不好意思前面耽誤了一陣子 那感謝John的介紹 我是彈倫彥 之前我用ES這個名字在這邊講東西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其實我們後來有取一個名字叫P-Necro 呃就是我們讓他借屍還魂 這其實非常的符合他的做的事情 那我先介紹我自己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前幾年講的TALK的話其實就對這張圖很熟悉 呃那我目前在TXY Network工作呃我的專注領域一樣就是在各種 雕磚的領域 那呃我們直接講 我們做這個東西呃其實我們的這個研究算是一個比較小的研究 我們這個東西其實是為我們去研究某個裝置 而去做出了一個呃 Project 那呃我們在講這個東西之前我們必須跟大家先介紹一下一些背景故事 嗯那我們會先講說呃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講這個東西呃我們為什麼會講到C16 那我們會解釋一下我們這個Project要在幹嘛 那C16他的可能一些大致上內部運作長得像怎樣 例如說我們會講一下他怎麼開機 那他怎麼載入一些應用程式他的Loader長得像什麼樣子 那以及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方式呃並沒有任何的Project 呃我們會讓你可以借屍還魂在別的環境下執行CE上面的二進制檔 以及我們再待會會做一個小小型的demo 好那呃我們原本的這個目的 很明顯就是我們要在呃Qview裡面的CE6裝置上面 然後跑從別的裝置裡面拿來的binary 一般在其他的研究裡面這個事情很容易 但CE有些特性以至於你做這件事情非常的困難 那呃雖然CE6這個東西可能在2000幾年 呃應該是在2010前的某一年 呃2003到2010之間微軟就停止更新了 他也停止支援所以你現在要錢你也買不到支援服務 呃但我們發現很多廠商他們秉持著東西沒有壞 然後我們就不修他的精神 呃所以我們還看到很多新的裝置 他們是用CE6在做 那呃實際上我們在做這些漏洞研究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一些問題 嗯例如說你如果想要像我們一樣研究這麼多設備的安全的話 你的倉庫可能會很滿 那你可能也會花很多的錢 呃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呃我們如果用模擬的方式去做這些設備的研究的話 呃那我們對他的掌握會比較多 因為有些設備他可能出廠的時候他的debagger或是一些腳位 因為他是不存在的那我們今天如果模擬的方式的話我們可以輕易的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甚至可以呃使用這些模擬器底下的highway debagger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了解的CE6的背景 呃看到這個logo就知道他非常的有歷史 呃C16前面我們有提到說他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作業系統 但很遺憾的目前還有人在用他 那有些廠商他們並不想要把它移到比較新的 例如說Windows Embedded上面 嗯所以說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從古老時代來的可怕故事 對因為我們常看到看到一些鬼故事 那在我一開始寫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認為WinCE還沒有被呃常態性的做exploit的 就是沒有人常態性打他 那呃 後來呃在大概最近一兩個月之內 我開始看到最近有Malware特別針對Windows CE 這讓我非常的驚訝 呃會有這個原因是因為CE6是非常古老的作業系統 你必須用例如像是VSO Studio 8 或GCC4系列的編譯器 而且你必須修改你對Windows API的叫法 呃 才能在上面跑東西 那很明顯的就是有人真的想要用CE來做一些骯髒的事情 對那我們確實有看到這個東西了 那呃 不要以為說他可能就只是跑在你的車子 或停車表 或是什麼呃你的飛機上的娛樂系統等等的東西 就會就要假設他的算力很差 呃其實沒有實際上在環境裡面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一些算力不錯的機器 呃那這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呃這些裝置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人在上面跑EV1跟AV跟EDR 那他如果算力不錯的話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挖礦目標 好 那呃我們稍微講解一下在CE跟NT之間的差別 在帳面上的話CE應該要跟NT類似 呃但實際上的CE6他是可能是兩個團隊 就是可能是NT跟CE的團隊 NT的團隊把規格放出來 然後給CE團隊 CE的團隊就 按他們自己想要的樣子 然後就重新寫一寫 這導致CE跟NT之間其實有一些 東西是不相容的 那呃比較好的一點是呃 微軟當時呃在 Bomer還是執行長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做Share Source Initiative 所以你如果呃你今天安裝了 Visual Studio 8的CE工具包 然後你勾一個魔法小勾勾的話 你會拿到他的一部分的原始碼 那另外一個值得提的是他號稱他是realtimeOS 但實際上他是soft realtimeOS 那呃呃我們前面還提到一些就是 CE還有一些詭異的行為 就是呃你有一些API跟正常的Windows NT上的API長得一模一樣 他名字一樣 但他行為不一樣 他的呼叫參數也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用太新的東西去叫的話 他可能會壞掉 那呃呃即使有這些我們前面講的這些巨大的差別 理論上你還是可以把某些攻擊 讓他po挺到CE上有些完美的執行 例如說呃呃有一個呃國外的研究員 他把MS17010這個東西移植到Windows11上 而且可以正常的exploit他 雖然這個exploit chain不太好寫 但他成功了 雖然這個 ganze episode 那如果妳今天 gresim上一些 之前 XDA 論文上面有人寫了一個很好的專案 叫 Dump ROM 後來變 EIMGFS 那也有一些國外朋友 他們把 GCC porting 到 11 上面 然後叫 11 GCC 雖然他的 GCC 版本現在非常舊了 那你如果只是要單純抽檔案的話 有些廠商他們不會把東西編成 Chrono Mode 這我們待會會解釋到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檔案複製出來 但如果你今天要研究的東西是像 Network Driver 或比較核心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你就算你在 XDA 上 GAT SHELL 然後你看完了他的檔案系統 你也不會看到 這是因為他有些東西他是編載系統層的 所以總結就是 在我們提出我們這個方法以前 沒有任何一個方法 我可以自豪說沒有任何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人家 XDA 裡面的東西抽出來 然後在你自己的環境裡面跑 直到我們提出這個方法為止 好 那我們其實這個研究我們 前面都是失敗的 所以我們先從我們失敗的故事來說 我們那時候要分析某一台設備 那我們的直覺就是 我們就應該把它裝置抽出來 然後丟進 QMU 因為我們拆了這裝置之後 發現他是用 X86 處理器 然後很正常的 PC 架構 理論上 QMU 可以做嘛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鬼打牆了一陣子 那我們後來分析才知道我們為什麼 這樣子光榮的失敗了 那這跟 C16 的開機流程有關聯 那根據我們對 C16 開機流程的深刻研究 好 它其實開機流程有分成兩種 你斷電 斷電然後再加電之後 它會先進入兩種啟動之一 例如說你 你可以用 BIOS BOOLOADER 就是直接在 BOOLOADER 寫在 BIOS 層裡面 或者是說你就照一般 PC 開機流程 然後用 DOS 去載它 到這邊其實都跟大部分的 X86 類似 就是一樣你要先做硬體跟平台的初始化 然後再載入 OS 對 那如果你要再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例如說你今天有一台裝置 然後你想要做這個東西的話 你如果有它的 Serial Output 其實會非常的好做 那在它載入 OS 之後的話 就是它會去初始化一些外部裝置 和其他的設備 對 那像我們前面講的 就是我們這時候還覺得說 它只是一般的 X86 機器 那 Q 一下應該沒什麼困難的 那我們就狠狠地被打臉 那我們必須再先講解一個東西 才可以講為什麼我們狠狠地被打臉 那 C6 的韌體格式 其實是一個他們自己做的格式 叫 BDD FF 格式 它自己沒有正確的名稱 但如果你要看這個格式的資訊的話 會有這個關鍵字可以找 那分成兩種模式 一種模式是比較妥善包裝好的格式 那你就可以用 DOS MOLE 去開它 那有另外一種是 1 比 1 的 就是跟認成 1 比 1 的關係 那這是因為在某些裝置上 它們的記憶體 是跟一般的理解不同 是可以直接被 他們的 Flash 是可以被當成一般記憶體 來做執行的 那這個就是為了你要快速開機 然後快速可以執行 所以它做成 1 比 1 的格式 那我們前面講的 XDA 論壇上面寫的工具 是一開始是不能拆 NB0 格式的 但理論上你可以把 NB0 轉回去 轉成 .bin 這是可行的 我們試過 那 因為我們的裝置 一開始我們拿到的是 .NB0 格式 所以我們就把它轉成 .bin 那我們就一開始試著用 Kuber 去開它 我們用 Lobe CPC 的方式去開它 然後我們會發現它開到一半會去自殺 對 那我們就稍微看了一下 它到底為什麼會死掉 它就死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之後我們就掛了 Debug 上去看 那我們實際上在這個第一關失敗的時候 我們做了大量的 Binary Patching 這個 Binary Patching 的幅度 到我們感覺非常不舒服 那為什麼不舒服的話 是因為第一個是 在 QMU 的機器上 跟實際上的機器有巨大差別 例如說 它這台機器實際上是用 AMD Geo 的 這種可能很多人沒有聽過的處理器系列 那 QMU 預設的話 你有 Q35 跟 i440 FX 可以選 那它的顯卡等等設備也不同 例如說像 QMU 上面 就沒有 Intel 顯卡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後來認為說 像我們這種隨意的覺得它可以這樣子就被 QMU 的話 是 是不太好的 因為第一個是你的 QMU 裡面必須要有對應的裝置 你可能要自己寫 然後你還要注意有一些專用 IO 點 或是一些特殊的 Flash 區等等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我們 Binary Patching 的比例很不舒服 是因為我們除了 Patching 掉很多的 If or else 以外 我們還把很多 IO Check 還弄掉 我們甚至 Patching 了一整個顯卡去弄進去 然後都沒有成功 對 但到這時候我們就覺得說這方法已經不太可惜了 好 所以到這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嗯 這一招 不太好 我們的結論就是 你要直接把一個 Image 檔抽出來 然後直接 QMU 它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你就算真的想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可能要依照每個設備 主意的去做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這邊其實花了數週的時間 這實際上是不太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 這種 Binary Patching 可能只有一些自虐狂 他才會想要去做 這種規模的 Binary Patching 所以 於是我們就休息了幾週之後 我們就 試著再看一次這個東西 那很明顯我們這個方式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們的 心路歷程 我們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決定從 Application Loader 跟 C 的記憶體管理的地方下手 那我們必須先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背景故事 那因為在我們第一階段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發現 你直接把 韌體抽出來 然後直接 QMU 是不能用的 那我們想的另外一個方式 假設我們可以把 裡面的檔案 包括 Driver 那些很核心的 Driver 抽出來 然後放到一個 我們可以自己控制的環境 因為實務上 你可以去 你如果有 MSDN 的話 你可以去載到 VC-8 然後再載到 CE 的開發包 這時候你可以自己做一個 自己的 CE Image 而且它甚至裡面還有 Arm Base 的模擬器 那如果你今天平台是 X86 的話 就是 Load CPC 加你這個編號的印象檔 然後丟進 QMU 其實是可以跑的 所以我們的假設是說 我們應該試著把那台裝置上 所有我們有興趣的那些核心 Library 跟所有的程式都抽出來 然後放到我們自己的環境裡面跑 好 那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探討說 我們到底是不是能夠做到這三件事情 就上面寫的 我們必須要探討 我們是否能夠把東西抽出來 然後還把這些 Driver 一起抽出來 然後來做我們自己的印象檔 那第三個是 我們還要讓這些東西 可以在我們的自己的印象檔裡面 正確的執行 而且結果還要是正確的 那第一個很明顯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前面有這個美好的 IMGFS 專案 那我們是否可以做自己的印象檔 可以 因為我們這時候有 C16 的開發 Power 那 對我們來講 最吊詭是第三點 就是我們把東西抽出來之後 在我們自己的印象檔裡面跑 那他就 他跟我們的第一關一樣 他會馬上死掉 所以 這讓我們非常的困惑 直到我們在花了一些時間 在 Hardware Debugger 之後 才發現我們可能做錯了什麼 而且這時候我們的 Build 其實是成功的 但他跑的時候 就是他在 Run Time 的時候是會失敗的 所以我們 我們透過微軟的 ShareSort Initiative 因為 因為 C16 開發 Power 裡面有一些原始碼 我們了解到說 其實 C 的 Kernel 並不完全像 NT 對 那 那 對我們來講這個就非常的困惑 那 依據他的原始碼就是 你如果今天在 C 底下 你想要載入一個 PE 的話 他會先去解析 PE header 然後再載入一些韓式庫 然後再分配一些記憶體 把韓式庫拉進去之後 把 PE 跑起來 那有一個最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研究的原因 是因為 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行為 與 NT 並不相同 在 NT 底下 那如果你在兵業的時候有斜線 image base 冒號多少的話 然後系統判斷這個地址已經被使用的話 NT kernel 會分配一個下一個可以用的地區 那 那 在 NT 底下這個還有一個 caveat 是 在 NT 底下他會去檢查這個 PE 是否有 relocation 這個東西 那如果沒有 relocation 的話 這個載入應該要失敗 在 C16 底下 不會 這個載入會成功 然後他就會去試著去載入別人的東西 然後發生 發生 access violation 那因為在 C16 底下大家沒有權限分折 所以如果一個東西爛掉的話 大家都一起爛掉 這非常的優秀 那 為了避免有一些人可能不熟 PE 的結構 re-lock 就是所謂的 relocation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程式要在一些不同的 image base 位置要跑的話 你的 loader 必須知道說 有哪些位置上面的地址 是要被修改掉的 所以實際上你 assembly 上下有例如說 像 push 什麼 或 call 扣什麼 然後 是用一個 bracket 包起來的東西 這些東西必須被加入 被加入 relocation 裡面 那 那根據我們的理解就是 我們通常要分析設備的時候 例如說今天上面是我們的目標設備 下面是我們自己的環境 那我們自己環境 我們當然會想要包一些有用的工具進去 例如說我們一定會把 CE 的 debug mode 開起來 然後丟一堆例如說像 C GCC 的 GDB 裡面 是實際上你可以用 C GCC 的 GDB 去 debug 用 Visual Studio 編出來的程式 雖然東西會很慢 而且很多東西會壞掉 但你確實可以做 那我們自己準備的環境 我們一樣 我們一定也會大家可以跟 Visual Studio 裡面的 CE 開發包 使用 KITL 連結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些好用的 debugger 因為像在 CE 底下其實有一個類似 類似 XP 的 NTSD 的 debugger 可以用 對 那 我們發現說其實你如果 你試著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試著把你在 目標設備裡面的東西直接搬出來 然後直接複製到另外一個環境裡面去的話 因為在 CE 裡面 他在 view 的時候 大概會講到他有一些 會做的事情 你如果從圖片上來看的話 你直接搬過來會因為地址衝突 然後直接全部都爆炸 然後他的系統會崩潰 那如果說你今天搬過來 然後沒有系統崩潰的話 那我們必須恭喜你 你的運氣非常好 但你可能待會上廁所會沒有衛生紙 因為你把你今年的運氣全部用完了 對 那 這個其實也跟 CE 的 CE 6 的記憶體管理方式有關 呃 在 CE 5 以前 其實有所謂的 slot 概念 在 CE 6 以後是沒有的 那 在 CE 裡面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扁皮化的記憶體管理 那 也要 也要記得就是他的 Flash 通常是 XIP 的模式 所以他的Flash 是真的可以在他正常的記憶體位置 對應到的地方 另外一個是他大部分的驅動 跟一些比較常用的東西 因為他的 他去存取的方式 他通常會寫實在某個位置 他不會用 file 的方式去解錄 他會類似在 Windows 上變成 kernel 的概念 那 為什麼他會做這件事情 這其實就跟他們怎麼編譯的過程是有關係的 你在 11 6 的時候 你假設用 Visual Studio 去建立一個 印象打的話 他在建立的流程裡面 他任何不需要的區段 會因為省空間的因素 然後他會把它去掉 那這會對我們要研究設備來說 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雖然對設備來講是很好 因為他省空間 就是他會把這些區段去掉 但我們如果要把它重新利用的時候 我們又需要這些區段 例如說他把 VLOG 也去掉了 因為他這時候他知道 image base 哪裡 所以他直接把全部的地址都寫好就好了 那他也甚至把其他一些好用的東西都去掉了 所以他基本上只會拿到一個剩下 import跟 export的 PE 檔 那在這個建立流程裡面 好 在這個建立流程裡面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點併點NB0也是在這個階段去建立的 好 那講了這麼多前置條件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我們到底想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想要用 EMGFS 把東西抽出來 然後塞進我們自己的環境 然後跑它 而且我們同時還有 CATIO 跟 wind debug 可以用 我們甚至還想要有我們自己的 tour kit 可以在裡面跑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自己包我們自己的 image 的原因 所以我們做出了一個結論就是 我們必須用某種方式去把 relocation 這個資訊 重新建立起來 那 relocation 這個東西如此重要是因為 你在你的 PE Loader 在載入的程式的時候 他必須要知道說哪些地方的東西是需要被編輯成 他原本的位置 例如說你這個應用程式他原本在 2000 萬的位置執行 2000萬的位置執行 然後今天你記憶體位置 2000 萬被占用了 那你要到 3000 萬 那他要知道說哪些東西的位置要全部自動幫你加個 1000 萬 對 這就是 relocation 的功用 那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就因為他要省空間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在編輯流程裡面 他會下寫線 image base 對 然後他就會把所有東西的位置都寫死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前面幾頁講到的就是 你直接把東西搬過來 大家會撞壞 然後整個系統都壞光光 好 於是我們提出了一個 我們覺得很優秀的方式 此方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準確率齊高 那我們這個做法非常的簡單暴力 就是我們盡量試著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可能不太能去 配合每一套編譯器 但實際上我們的方式是可以 配合在 MSVC Boleyn 的 兩套編譯器上面 那這種東西之前有人做過 但他們的 他的 work 是只能做在動態分析上面的 那對我們來講是個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這個時候我們連跑都根本沒辦法跑 你要怎麼做動態分析然後再去判斷哪些位置 就是叫 relocation 對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我們大概參考了一下 但我們無法用它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 我們在解 NB10 或解解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們會拿到一份檔案清單 他檔案清單裡面會很好的解釋說 這個答案大概多大 他在實際上 C 裡面跑的時候 他的記憶體位置在哪裡到哪裡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 事後去透過分析 PE 裡面 就是從 C 抽出來的 PE 資訊 然後去判斷這個資訊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必須在 PE 的上下文裡面 去尋找 每一個會需要被寫進 relocation 的東西 然後把這些位置寫進我們的 relocation 然後再重新建一份 relocation 出來 塞進那個 PE 這樣子的理論上可以把它修好 那如果 那我們的解決方式 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話 就是我們優雅的進行暴力搜尋 那我們的 我們的方式 其實要把 text 其實要把 code 跟 fake code 去分開看待 那因為我們 我們當時有的工具 跟我們會的工具的因素 所以我們其實是用 iDapport 去方便的解決掉 這個事情 因為它比較不會有 token 乃嘴的問題 那 我們做的就是 基本上去找出所有說韓式的開頭跟結尾 那我們知道每個韓式從哪裡到哪裡 那我們就基本上把每個韓式都走一次 然後去確定每個韓式的 應該說我們去確定每個 instruction 的參數 它是不是正在指到這個 binary 裡面的位置 而且它前面長得很像 MOV 這種東西 那如果是的話我們就覺得它應該是需要被 relocate 的位置 我們就把它加進去 relocation 那有一些比較麻煩的是 假如今天它成了這東西加加或其他邊編器寫的話 其實它在中間就是 其實有幾個因素可能會導致說 你需要 relocate 的東西是在 fake code 的區域裡面 例如說你可能像 V table 或是 stream table 或是你的 你的在前面這一段的時候 你的 tokenizer 就解壞了 它可能覺得某個東西並不是正常的指令 那它就會變成就是 你會覺得它是 fake code 的 那 很方便的是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們剛好以失敗的對齊 所以你其實可以找任何從失敗的開始 然後那些提到的位置 長得很像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 P 裡面的位置的東西 然後一樣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方法其實是有可能會誤殺或少找的 但實際上我們用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在做了這兩件事情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東西還是跑不起來 跑起來還是會跑去自殺 那其實我們發現我們還漏了非常多 relocation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一直拿著一套 我們自己編的 CE Image 然後把它的 relocation 砍掉 然後再用我們的方式去重建 去以這個方式來微調我們的演算法 我們那時候發現說我們的準確率還是太低了 所以我們發現我們其實漏掉了一些 PE Structure 你也需要把它考慮進去 例如說像在 PE 的 Import Address Table 裡面 其實在某個位置 你是可以 要嘛你是用那個韓式的名字 或是用它的 或是用它的 Ordinal 去指 你要匯入的那個韓式 那如果你是用名字去匯入它的話 它就會用一個 Pointer 去指到那個位置 那很遺憾的是這個 Pointer 也是必須要被放進去 relocation 的 所以這也是必須要去解決掉的部分 那在我們解掉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就發現我們的準確率大幅度的上升 那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些問題要解決 但這時候我們理論上是有足夠的 足夠的資訊可以來重建我們的 CE Binary 呃 PE Binary 然後放進我們自己的 CE Image 來執行 那我們應該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目前有的東西 好 喔 不好意思 好 呃 我們目前是 呃 因爲 因爲我們 IDA 4 掃血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是分成 Windows 跟 Linux 兩塊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其實有把某一家非常知名廠商的 HMI 的檔案全部成功的抽出來 對 那中間其實有用了不少的 呃 就我們寫了一些自己的 parser 那我們為了證明我們沒有造假 我們把 把東西丟進去 CFE Explorer 給大家看 那你可以看到這裏面其實沒有 relocation 這就是你如果用 E-RMG FS 去把東西抽出來之後 你會拿到的狀況 那我們其實有寫一個批次檔 就是我們去對每個檔案去執行我們的 呃 我們比較核心的那塊演算法 那我們這塊是用 IDA Pro 呃 那如果你有辦法用 Radar 2 或 或其他東西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很好地做到這件事情 呃 演算法是不太需要被修改的 那這個過程其實有點久 因為這個過程其實有點慢 所以我們稍微快轉一些些 好 那在這邊的話 呃 其實我們演算法跑完之後 我們會吐出一堆他認為是 relocation 的地方 所以接下來我們需要的事情 是我們把這些 relocation 資訊寫回去 那個第二檔 對 那我在錄這個 demo 的時候非常的手抖 所以可能會打錯一些字 那中間也會有一些失敗的情形 但他並不影響 那我們稍微快轉一些些 好 那在我們有那些檔案之後 我們就可以走進 msvc 裡面 然後把我們認為 我們需要研究的檔案 直接塞進那個 cc image 的 manifest 然後直接 build 它 那實際上因為 vc8 他 build image 的效率很差 所以我們並不會把它放完 對 我們會 我們這其實是有快轉過 然後把它卡掉的 那在這邊其實就是 我們用 qmu 去把我們自己的印象檔跑起來 對 那這個可能 如果沒有看前後文的話 會覺得說就是 這就只是用 qmu 去跑東西出來 但如果你仔細看左邊的話 這些字 某些敏感的字 並不是你一般 任何一個設備會有的字 這是某一個非常知名 公共廠商的設備 對 在這邊的話 呃好 因為我沒有把它字蓋掉 所以大家當作沒看到 對 其實 右邊就是我們用 qmu 跑出來的設備 那左邊是真的設備 我們是真的有買一台的 我們目前是可以達到 呃 不錯程度的模擬 而且我們所有的 library 是可以在上面順上執行的 對 而且這是用我們自己重新建一次的印象檔 好 那我們回到簡報 沒有啊 還有 好 好 那如果 啪啦 剛那一張圖不夠清楚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張更高解析度的圖 對 那上面還有一隻貝黑的熊跟我的名片證明這個不是造假 這是真的我們跑得起來的 對 那如果你在更仔細看的話 呃 雖然這個圖因為摩爾文的關係非常模糊 但如果你到時候放它看的話 呃 你會發現我們故意用了一個正常 正常公共設備絕對不會有的記憶體大小數量 去證明我們並沒有在這裡面造假 好 那總之我們的方式可以用 那我們 我們的準確度 其實非常的優秀 我們的準確度是大概是大概99.8到100%之間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方式呃 非常的好 而且完美的解決這個問題 對 因為看我們前面可以這樣跑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自信的說 你絕對可以呃 把任何報在CEO裡面的呃 檔案抽出來然後跑在你自己的設備上面 那這其實代表你開啟一個全新領域的可能是 例如說你可以在上面做動態分析 你 因為這時候你自己變的影像檔 你一定有 KIT 有個 Wind Debug 可以用 你甚至還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用 例如說你可以塞你自己的發折進去 然後動態的跑趴 那掛掉的時候 因為你正常如果你是在其他人的裝置上跑的話 你不會知道它掛掉了 那這時候因為我們是用我們自己 而且我們有 Wind Debug 所以其實我們絕對會知道它掛掉 這個對發景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那這個也對呃 一些可能經費或是空間比較受限的人來說 這也是非常大的差別 就是你 終於可以不需要真的裝置 然後你還是一樣可以研究CE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的 KIT 有跟 CU Output 跟 Wind Debug 等等的通道 是絕對都可以用的 好 那 這代表說其實廠商的話 他們必須開始停止認為他們的東西 絕對不可能被拆 對 所以你們 所以如果是廠商的話 你們必須開始假設你們全部東西都被放大檢視 所以你們不應該再把東西藏起來 因為以這個廠商而言的話 嗯 他的更新包 是他自己做的格式 他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加密 那其實防止不了我們自己去解析你的格式 然後直接把它解開 然後把你的東西拆出來之後 放到別人的環境裡面再執行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必須開始 開始讓你的設備本身更加的安全 而不是試著把東西藏起來 那 呃 我們也希望說有一些廠商他可能可以 呃 變得比較友善一些就是主動 主動幫忙研究者做這些事情 畢竟我們並沒有直接拿你的錢 好 那 呃 在我們未來 這個專案的未來 嗯 常常會有人問我們說 我們有這個東西 我們前面有提到發責 我們是否要試著在CE上面做發行 呃 是我們會來會做 但呃 這可能要一陣子 因為在CE上寫東西有點困難 那 有一個有趣的專案是 WCE Compact 呃 這個專案是他試著用類似Wine的方式 在Win10上面跑CE的東西 他簡單的東西是可以跑得起來的 呃 但因為這個人他似乎是俄羅斯人 呃 所以他的文件自然都非常的糟糕 所以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有辦法跑起來 那 你想要做CE6的研究的話 呃 呃 我會非常強烈建議你去看右下角這本書 呃 沒有這本書的話我們這個研究是做不起來的 另外也是 呃 微軟當年他也有把部分原始碼放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研究或許會更困難 好 那 嗯 這其實有防守的話 其實也代表說有一些其他攻擊可能 像前面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剛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不太有人去特別針對Win11來做攻擊 呃 呃 但在我們來HeatCon的大概前 一個月內 其實我們就開始看到了 呃 真的有人把Morware放在Win11上面跑 那像我們前面一開始講的 大部分的EDR跟AV 是不能在11上面跑的 所以 各位是否準備好了 或是準備好用其他方式來防禦 這我就並不清楚 但我可以說就是 這或許是一個新的 潮流 好 那 我想 呃 我的簡報差不多是這樣 那 依據我個人以往的演講習慣 呃 我待會會把我的簡報放在這個repo裡面 那我們這次研究所用的POC 是你真的可以用的POC 那他目前在這個倉庫裡面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呃 呃 歡迎可以來問我 或者是寄信到這個信箱 好 感謝大家 好 那我們謝謝塔倫妍帶來 呃 這個精彩的這個演講 那呃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他的 呃 呃 如果沒有的話那我來我來問一個好了 就是感覺目前來說在這個 這個做完之後接下來你們有提到Fuzzin嗎 那目前來說Fuzzin方面的話 感覺還有一段的呃 呃 東西要做嘛 就是說例如說你可能是直接拿QMU QMU去做Fuzzin 還是說你要把你Fuzzin port到WindowsE上面 那你是覺得哪一個方面是比較就是優劣之間 然後 就這兩個這幾個方法之間有什麼優劣 然後你覺得呃 呃 有什麼經驗你覺得可以分享 呃 根據我們今年在部隊發表的那篇我們研究的內容 因為我們其實做Fuzzin大概一年左右 呃 第一種方法你會做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要Fuzzin的考量因素太多 我會強烈推薦使用我們的方式 然後在裡面跑Fuzzin 這樣你的scope會比較小 而且你也比較能夠 判斷你的結果是不是有效的 OK 所以實際上是把Fuzzin port到WindowsE上面去 然後在你image裡面跑 而不是說從QMU去做這件事情 呃 對 因為你直接從QMU那一層做的話 你的變異會太多 哦 對對對 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去面對一些舊版的GCC 會比這個 呃 接接QMU來得簡單 呃再說一次 就是說因為像你剛才講到說 像Win11上面你要用很舊版的編譯器 才有辦法把東西編起來跑嘛 對 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們把Fuzzin port到WindowsE上 我就要面對一些很舊版的編譯器 很舊版的Library 呃等等的 所以這些反而不會比就是說 呃 去接接QMU來的 呃 這是兩件要思考的事情 第一個是因為在CE6上面跑的話 它可能是VC8或GCC4點多那種東西 呃你用太新的寫法是不會動的 所以你程式太新的話 你還要幫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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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不推薦你直接從 就是你真的直接把設備跑起來 然後直接對真的設備Fuzzin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便衣 就像我剛剛講你便衣太多 嗯 對 那我個人認為你要做Fuzzin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使用我們的方式 然後去克服 呃 C這個古老拖勸的問題 就是你可能需要做 花非常多時間做Backporting 但你必須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才去Fuzz 這樣你就可以達成一個比較完美的Fuzzin環境 OK 了解 謝謝 那大家現場還有什麼問題有想要問嗎 就 我想請問一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說 你們有開始發現有針對C6的 Malware的情況 是 那些Malware他們用的 就是用來拿到CodeExecution的Exploit 是 現有的嗎 還是 特別針對C6的 嗯 我可以說現有的 呃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我可以說多少 好 呃 我可以說他是現有的 而且他的侵入途徑非常的簡單 簡單到你會覺得很害怕這種程度 呃 但我覺得他這個樣本特殊的地方在於說 這個人他真的拿 呃 他們可能是跟別的犯罪組織買Code 或是可能跟別人買Code 或是隨便路邊撿一包 但他真的把他倒 他真的把他降級 降到 呃 用VC8或 GCC4點多 可以編得動的狀態 然後真的拿去 呃 因為我們撿到是第二階段 那他第一階段 他 呃 我們從攻擊面看起來 他就是用剛剛前面講的比較簡單的攻擊方式 我覺得比較特殊的就是 他真的把他的第二階段 呃 改成 可以在C上面跑 對 這是他比較亮眼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亮眼的地方是 這個位置絕對不會被抓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同一個人 那這樣子會不會比如說 這個 emulation的方法出來之後 反而又可能 推動更多的 針對CE6的 因為像可能有發展可以出來 可以跑發展之後 會不會可能反而又助長了一波 有 C6的那種exploitation的研究 開始又慢慢冒出來 有沒有可能擔心過這個問題 呃 有 以我個人的演講跟做研究習慣 我支持知識共享 所以我 我一向的習慣都是把POC放出來 那 確實我想過會發生過這個問題 是 你講的問題確實存在 但廠商他們是有 責任 去讓他們的東西變得更安全的 對 所以我可以說我的研究 其實是 減少了第三方研究者 或廠商本身做這個 做這件事情的難度 那當然他其實也 同時降低了攻擊者 他們想要針對特定的 呃 C6系統去做攻擊的難度 是 這是一個雙面的問題 但 呃我認為 這種 呃去C6上面找動的東西 是一直都存在的 嗯 從頭上來說 要讓廠商們 呃負責 他們自己出的設備 他們自己負責好 呃 呃是 但 這個工具 主要是可以幫到研究者 嗯 好 那 呃 喔對 slido上還有個問題 就是他想要問說 在影片中 就是這個patch完relocation之後 我看你好像有把那個 visual stereo打開 然後有編東西嘛 對 所以那一段是 是你要編譯什麼東西 呃我 我編 我實際上是在那個 visual stereo 呃我們在relocation 建完之後 我們把那些檔案丟進 呃 就是我們去做正常的 會編一個 C6印象檔的過程 我們把那些檔案 真的編進去 我們自己的印象檔 OK 所以你是把他們的 應用程式 原本跑在C6上 應用程式 拆出來 之後 你再把它編進一個 新的C6的環境 對 這樣子他有辦法開機 因為他原本的C6 可能沒有辦法在QM上開起來 呃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是 你如果想要對他做研究 然後你要把檔案抽出來的話 你不能直接這樣做 你必須透過我們這個方式 才有辦法 直接把它包進你自己的環境 所以比較好操控你要的環境 是 OK 了解 好 謝謝 那時間關係的話 我們再最後一個問題 看我們有問題 好 那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再次一掌聲 謝謝大論宴的 精彩的演講 好 谢谢大家